所以从这个地方 在佛法里面说 无论你是上根立志下下根的 只要你真正修行真正好好的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特别是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会成就 你要相信 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相信的 只要你真的 你真正认真 只要你真的想要超越六道轮回 往生西方净土的 你只要真的落实清话 所以有一些人跟我说 师父 念佛很难啊 难在哪里呢 念佛难吗 为什么这么难得到 这个利益呢 难在哪里 我们很多人啊 难在哪里 难在持久 他常常断续啊 一天念佛两天修起 两天念佛一个星期前降 你说呢 像大师之菩萨 原通章里面不是讲吗 什么叫做 敬念相续 不假方便 智德行开 敬念相续 我们常常断续啊 这一句名号是最容易的 为什么你会断续呢 因为你对这句名号没有信心 所以没办法持久 念佛啊 是一步一步的累积 我们不是上上根的人 我们是下下的 我们呢 一步一步的累积下来 在念佛当中 常常遇到一些境界 很正常 那持久不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异心 所以啊 异心其实不难 难在你自己没办法钻 你没有把这句阿弥陀佛 放在你的心上 像比如说 你们心在这里 人在这里 心有没有在这里 到处乱跑 你不相信吗 你想一想 你一只香 你去看看你的念头 妄念 动念这个有多少 人在这里啊 心跑到哪里去了 有一些更严重的 比如说法师俏地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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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跑回来 结束了 结束了 很多人有这种的事情 我等于想到 哎呀 外面的工作 他没做完 这个要处理这个 处理那个 所以没办法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